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啊 今天尾盤 看到沒有 對 童子敗觀音 本來是小黑 結果變小紅 成交量是重點 3500多億 換句話說 台北股市每天反彈 彈了老半天 是有漲 指數真的有漲 漲了2000多點 但是呢 量不見了 欸 量跑去哪裡了 上漲要有量 對不對 對啊 老船長 你們技術分析都有學啊 上漲要有量 喔 那台北股市這一段上漲沒有量啊 所以它只是怎麼樣 反彈 我知道市場上會有做多的分析師跟你說 這個地方會一直漲 漲到外太空 那如果你長期看這些分析師的節目 你就發現都是胡說八道 反正講完不用負責任啊 到時候疊下來 疊下來再說啊 都是這樣子的啊 其實你看頭顧老師的節目你要做筆記 才能夠保護你自己 這一句話是我在 剛出道十幾年前的時候 快二十年 我就跟觀眾說 看頭顧節目一定要做筆記 因為我當時就發現 從我入這一行我就發現 一堆都在騙 我當時的老闆 就是我要上節目之前要上電視 他問我說 你喔 要不要騙 我的頭顧老闆 當時的東家 我說我為什麼要騙 他說你不騙怎麼收會員 我就認在那邊 我心想 蛤 這個行業是金光檔是不是 我就跟他說 我就要跟別人不一樣 我呢 就不要騙 他說你不要騙 這樣子路很辛苦 我說沒關係 久了 大家知道老船長不騙人 自然會有挺我的人嘛 甚至那些騙人的老師 對不對 人家去參加久了 就發現根本就是鬼扯蛋 他也會怎麼樣 來找我嘛 當然啦 有的都已經掛掉 還沒有來找老船長之前 已經怎麼樣 被那些頭顧老師搜刮殆盡 對不對 就像大盤 跌了四千多點 我知道很多老師啊 帶會員之前買了一堆的股票 全部都血流成河 會員輸死沒有錢了 掛了嘛 因為他沒有設停損 每天叫股票 這塊漲停叫進去 現買現漲停 你白癡嗎 你豬腦袋啊 你不會自己買喔 早上開盤 你看哪一支股票快漲停 你就買進去啊 對不對 啊有五檔有可能耶 你就五檔都買啊 那你覺得這樣操作 最後會不會死 一定死嘛 那你還交會費 叫人家帶你去死 還說你不是豬腦袋 但是台灣絕大多數的分析師 都是這樣幹的 我講你們不信 你去參加以後你就相信 老船長講的是真的 所以喔 你要自己是一個成年人 對不對 你要自己要負責任 你每天看盤 啊我都聽那些老師怎麼表演怎麼說啊 我個人沒有組件 那你如果個人沒有組件也沒關係 最後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一二三四五六年 你不可以有任何怨言 就像我們民主國家說 我們這個投票嘛 選舉嘛 選舉出來 假設選了一個爛貨出來 對不對 你當初有投票給他的 你就閉嘴嘛 是不是 他爛 他爛是因為你造成的啊 因為你那一票投他 沒錯吧 所以人都要負責任的 不是說我今天參加一個頭顧老師 我輸死的都是老師混蛋 老師啊怎樣怎樣 你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 而且是絕大部分 因為錢在你手上嘛 你參加他你就是怎麼樣 助紂為虐 養虎為患 讓這騙人的老師可以繼續在這個市場上 不斷的生存 好 那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說 你自己要有判斷的能力 那老師能夠幫你的 基本上來講是 其實是有限的 對不對 發了口訊給你啊 你要不要買 那個老師又不能在旁邊拿槍壓著你 你一定要買喔 沒有嘛 投顧顧問公司嘛 是建議你嘛 那你參加一個老師一個月你收到 他總共叫你買了90檔股票 這種一看就是金光檔嘛 對不對 那你自己去亂買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花錢跟著他 是不是 你就要有警覺性了 你如果再跟下去你就是豬腦袋嘛 那結局就不要怪別人 對吧 那這一波大盤跌了4000多點下來 然後現在反彈 問題是這4000多點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參加頭顧早就陣亡了嘛 那現在看電視看或是網路節目 我的老師還在恭喜會員大賺 天天大賺 永遠漲停 那你明明跌了這4000多點 你已經輸死了 你自己要採取法律行動 你可以怎麼樣跟金管會講 那我覺得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 這麼多年來這麼多老師都在騙 金管會能夠怎麼樣 不能夠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要告檢調單位 陳唐政貢那些他們每天在節目上都是講 會員永遠大賺天天漲停 那就是詐欺嘛 對不對 你是他的會員 你可以給那個檢察官看 你看我的call訊都有時間啊 按照這種call訊操作都輸死啊 你不會嗎 對不對 你還可以要求賠償 對不對 很合理啊 可以告民事跟刑事啊 因為台灣的老百姓喔 這法律常識 一般來講是薄弱了 所以才會讓這麼多老師這麼囂張 毫無視忌憚的怎麼樣 在節目上公開的騙 你不相信你的老師是每天都有漲停板 對耶老船長 你參加你每一檔股票都漲停嗎 沒有耶 他叫了80支裡面有三五支啊 對啊 你怎麼買 這就是一個騙局好不好 那我相信台灣的頭顧業 如果再這樣一直下去的話 這種風氣是不會改的 只要主管機關沒有辦法拿出方法來 我覺得也許有一天我退休了 他們我看節目他們還是這樣在騙 對都有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老船長請你判斷 這個盤從這邊漲了兩千多點沒有量喔 量縮得很厲害 縮掉一兩千億喔 這不要開玩笑喔 這百分之一千萬就是怎麼樣 這個叫做反彈 反彈完就會再下 老船長下好離手嗎 神經病啊 你以為是在澳門啊 亂七八糟 反彈再下 那下的時間我不是神仙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幾月幾號幾點鐘 這個盤要開始往下大跌 但是呢 我知道百分之一千萬 這裡一定是反彈 因為沒有量嘛 我不是看一兩天兩三天 是看了一段時間 這個沒有量啊 對不對 你也不要睜眼說瞎話嘛 很多老師說啊這個不要怕 這會長到外太空 那請問一下 這個沒有量你請他解釋 他會跟你說啊沒有量沒有關係啊 可是在漲的時候沒有量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嘛 大家都學過基本的技術分析 對耶老船長 所以這個會下 只是說他也可能怎麼樣 再上去一點再下 或許從明天就開始下 或者怎麼樣 從類股開始 所以現在看我的測標 台北股市有很多類股啊 不是說我們吹哨嗶嗶 全部都開始跌 沒有這一回事 很多股票呢 它會怎麼樣 先跌 有次序性的 那主要我今天 我現在有白檔股票 不用遮了 大家都知道 你看這是哪一支 你先不要看它 是哪一支 我先把這個弄給你看 左上角先不要看 你覺得這是哪一支股 連彈都沒有彈喔 人家這一波都會這樣談一下 對不對 它這樣子耶 這公司是不是地雷股啊 不是耶它叫台塑 572億耶 全市場最慘就台塑 以前台塑是定存概念股耶 老一輩的跟你講 買股票 買股票 買台塑就好了 一定不會倒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配股配息 第三個 股價也會漲 多好啊 是不是 電子股也聽過 老一輩的人不買電子股的 結果台塑長這樣 這不跟地雷股很像嗎 這一種就是這一波 連彈都沒有彈的 離譜到了幾點呢 你看我節目 你不會有台塑 因為我早就講過了 我說ECFA的事情喔 大家要小心喔 傳產股喔 你要特別小心 我已經講在前面了 還有一個跟它有點像的 比它強一咪咪的 鋼鐵 2002中鋼 看到沒有 中鋼也要下來了 注意喔 有沒有彈 有彈彈一點點 比台塑好一點點 也是要下來 各位看 這個更大 1200多億的股本 你以為它是地雷股 台塑中鋼 都是多少人的定存概念股 你現在存 你存什麼 存中鋼 中鋼已經是虧損公司 配壓彈了 看公司啦 沒有賺錢的公司啊 你去買的它幹什麼 對不對 我在節目好久好久以前 我就一直講 像這樣的股票 我基本上跟各位報告 接下來 台北股市反彈完 這些股票還會再繼續破底 你不用問為什麼 它連彈都不彈 它是最弱勢的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再來分析 營建股導播 我們來分析 我們來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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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 你把我的话听进去 银剑股今天的大跌绝对不是偶然 大家讲好了一起跌哪有这种事情 如果说只有国舰跟贯德跌 那当然是怎么样 巧合嘛 偶然嘛 两只而已 没有喔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2524 这个是什么 京城 不是标的很厉害吗 几乎干到跌停了 各位你们觉得是偶然吗 是吗 好像不是耶 老船长 2528 黄埔 有一个黄字的 大家应该很熟悉 对不对 2530 华健 2534 我们就一次看完 让你觉得它是不是巧合 鸿胜 鸿胜大家都知道嘛 地宝嘛 对不对 还有在这个信义计划区土地超多的 也大跌啊今天 好 再来我们来看 2537 2537 新复发 这个老牌的 对不对 还要不要看 要2540 爱三菱 爱三菱 它的在那个什么地方 我看看 龙江路啊 台北市龙江路啊 盖了一栋好大 很气派 新的大楼 爱三菱 你不要听名字 你以为它是卖仙草蜜的 神经病 它不是卖饮料的 它是什么 银建股 然后里面怎么样 也是很有钱的公司啊 可以在龙江路这么大 盖一个大楼总部啊 是不是 有没有赚钱 当然有赚啦 应该是赚翻啦 今天也是大跌 然后呢 我们来看2542 这个老牌的 新复发 然后呢 2543 黄昌 黄昌 也是一个黄字 对不对 2545 黄翔 也一个黄字 今天跌的很深 对不对 好 2548 超级机优的 华固 大跌 来 5508 这个 银建股里面最高价的 今天也是大跌 再来最后一档 怨凶 也是跌 好 他们都讲好了今天一起跌 是不是 公司派都打电话 今天开始到货 神经病 怎么可能 所以银建股今天的跌 我认为啦 是我们刚刚讲台北股市 这里是反弹 这一段是反弹 无量反弹 他什么时候往下 也许他再往上走一走 再下 这都有可能的 但是确定一定是反弹 那下 你要搞清楚 分两个层面来看 他往上走 但是有些股票已经怎么样 先往下走 他有程度的不一样 大盘比银建股强 为什么 有台积电债 有一支 这一支比银建股强 对不对 所以你有时候看指数 你会觉得很奇怪 台北股市今天还拉尾盘 同指败官英 也没有跌 怎么银建股 一支一支倒下 对不对 就是老传长讲的 个股 也可以讲一个类股 他比大盘弱 他先回 这很合理的 我刚刚不讲台硕 连一天都没谈过 中刚谈一咪咪又挂掉 那怎么讲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看 你不能每天只看大盘的指数 因为那有台积电 一个人的武林 那个你去看他会失真 明白意思吗 老传长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各位看我的测标 银建股完了 要跌什么 这个是重点 对不对 那这边我先打个岔 看空的老师 我说过千万不要去放空个股 你去放空个股 你很容易被嘎 你看这一段 我知道市场上有人去放空个股被嘎死 那如果是今天 或是讲昨天很厉害 昨天去放空营建股 那今天都赚钱嘛 市场上没有这样的分析师 我直接跟你讲 没有 所以你会去想 你今天参加投股 老师叫你放空 对不对 你就要想老船长跟你说 你要吗 就去买ETF反一 对不对 然后呢 大盘如果说涨不多 你也赔一咪咪咪而已 未来往下灌的时候 你绝对赚得到钱 可是你空个股就不一定 未来往下走的时候 你空了股票搞不好涨停锁住 所以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 我在市场这么久了 我会看 这个以前有个精英事件 大家都知道 二三三英的精英 一堆投资人去放空精英 结果怎么样 被嘎嘎嘎 嘎到怎么样 农均要回补 没有卷可以补 走上街头要政府救他们 你看看离谱到这种程度 大盘那个时候是涨到外态空吗 没有嘛 就是这群倒霉蛋加猪脑袋怎么样 去空精英嘛 那或许是他自己空的 对不对 或许是 我觉得应该是参加头顾 头顾老师叫他们空的 因为头顾老师一看 精英这公司那么烂 基本面不好 还这样讲不合理 就空死掉 所以个股 尤其是股本小的 你要注意 你去空它很容易被嘎嘶 这样大家明白老船长的意思吧 所以你现在手上如果是有一堆空单 而且是空个股的 你的老师叫你空的 你赶快自行回补 你真的要做空 你要买ETF反一 相信老船长 未来如果大跌 甚至破前提的时候 你一定是大赚 不可能不赚 因为那个是跟大盘同步 几乎同步 不会说怎么样 俩姑糟比 有的人倒霉 对不对 他空了三支股票 另外那支没有空 本来想空的 这三支全部都大涨被嘎嘶 另外那支本来想空的 没有空 跌停跌停再跌停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有啊 老船长那这样怎么办 就是我讲的嘛 我们放空是为了避险 不是为了赚钱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你去买ETF反一 来怎么样 来避险 所以各位观众 你们现在手上一定要有ETF反一 这个嘎不多啦 一点点而已不用担心啦 他随时往下弯 对不对 往下弯你一定是赚钱的 那这个底会不会破 我不敢讲 如果以色列中东整个打起来的话 那这个底应该就会破 现在美国股市很强 美国股市很强 所以台北股市是跟着美国股市走的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 那美国股市很强 你看每天晚上对不对 它就算跌还给你拉起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急呢 也很简单嘛 知道世界可能会怎么样 发生大战嘛 很多的主力什么 他们能够捞最后一波的 他就怎么样坐上去 然后怎么样做逃命波 所以在老船长看起来 来我们回到大盘 我们回到大盘 这个就是逃命波啦 因为当初一口气叠四千多点 你来不及跑嘛 对不对 你的老师没有设停损嘛 那现在上来老天爷给你的礼物 你赶快跑 来到这附近我说过 你到这边 有没有 老船长都跟你讲过 来到这边你就赶快跑 扫输为盈啦 那老船长他可能会跳过这边来 人生不差那一点点啦 那你为什么不讲 万一没有呢 下去了 你没有跑怎么办 那不是讲废话 对不对 这里是给各位机会 逃命波 来写下来 逃命波 有些人告诉你 会涨到外太空 那个纯诈骗 理由是什么 没有理由 他说涨到外太空就外太空 很多分析师是这样 自以为是 翻开过去历史 都叫会员输死 都买一些 我觉得不应该买的股票 都买 这些老师买完以后怎么样 会员输死了 输死就输死了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走过必留下痕迹啦 所以说你现在看我的节目 营建股今天开第一枪了 对不对 你看全面下跌 不管好的 机优的 不机优的 全面下跌 那不要讲台塑 中刚 那个未来还会再破底 那很悲情 你看我节目 那个股票你不会有 因为我早就已经骂过恩赐了 那营建股现在下来 你不要去接刀子 他们不是讲好的一起跌 这一定是 有一个趋势在后面的 那只是说下一个类股 你要小心 我个人觉得金融股 你看国泰金 注意看 这国泰金 各位 你要小心 富邦金 这个最大支的两支 我给你看 所以说金融股你要小心 营建完了 金融很合理 这两个绑在一起的 如果房地产不好的话 金融股不可能会好 你看对岸的股市 他们自从房地产 整个怎么样 烂尾楼爆掉之后 那股市都爬不起来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怎么样 连三千点都站不上 那接下来搞不好要破底 为什么 因为整个 他们的整个房地产垮掉了 当初盖太多了 大家求表现 你盖我盖 盖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不代表进步 你知道吗 但是在对岸 他们就是这样干了 所以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个要 我个人觉得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够怎么样 摆平 那消化掉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很惨的 那台北股市 你要小心 我一直说这边是反弹而已 所以你手上一定要有空单 绝对不要去空个股 空单就是买反一就对了 那你手上有多单 可以一档就好 一档就好 买那个怎么样 位阶比较低的 刚刚上来的 因为你习惯做多 对 那这个还有空间 大盘也许还有空间 对不对 我说过也许还有一些 所以但是你做多 手脚要快 不行的时候 就要砍 好不好 那往下跌的时候 人家在哀声叹气 刷存折归零高 你反而还大赚 为什么 因为你有把老船长的话 听进去 希望你们是我 忠实的观众 也希望未来 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 自身事外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